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夏天吃桃子价格便宜 结束开胃 我们来看看 桃子有助于补血 羊血 随西聚饮食谱就记载呢 桃子有补心 活血 生精抵热的作用 现代营养研究也表明了 桃子富含的铁元素比一般水果高出4-5倍 铁能促进血红蛋白再生 因此呀 桃子是缺铁性贫血人群的理想辅助食物 第二 美容养颜 桃子富含维生素A 维生素C和维生素E 有助于防止黑色素成绩 增加皮肤弹性 预防皱纹 而且桃子富含铁元素和果胶 长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排出体内的废弃物 有助于美容养颜 第三 开胃通便 甸南本草有记载啊 桃子润大肠 消心下肌 可以润肠皂 化肌死 反便秘 而且桃中含有较多的有机酸和上食纤维 能够促进肠胃乳豆 加速新陈代谢 适合夏季常见的食欲不振症状 第四 辅助控压 桃子的甲含量为166毫克每100克 是苹果和梨的两倍左右 它是典型的高甲低辣食物 有助于呢 扩张血管 辅助控压 因此呀 很适合高血压人群 和低甲血症的人群使用 桃子肛温 养心血 是夏季时令的养生果 李医生给大家推荐呢 生津开胃的蜜桃酱 我们要准备的食材呢 水蜜桃和桃米水 做法呢 首先水蜜桃切成小粒 放入白糖腌制 接着呢 在夏日桃米水中 放入两片的柠檬和桃皮 可以调味增香 在小火慢煮10分钟至粘稠 最后呢 将做好的架 密封24到48小时即可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李医生点赞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